無姓國小的學生們 站在古老的火板印刷字體前 仔細聽著無視生活 火板印刷小茶館的老闆 吳耶耶講述如何操作 最後再自己親手印上字體 就成為獨一無二的作品了 像海綿的東西上面沾顏料 然後印到那個盒子上面的字 讓它上面有顏色後 再把它印到杯墊上面 給祖孫共同來參與這個 真的讓我們見證 以前人的生活 那個時代都完全不一樣 跟現在科技啊 生化時代完全都不同了 我只有用過電腦 這是第一次用這個 今天能參加這個祖孫的活動有沒有 非常的高興 今天心情怎麼樣 很好 因為這個很好玩 因為我們小時候曾經看過 那時候報紙都是那樣印刷 他們這個是 這個年齡層都是電腦 為了還慶重陽節 新一區公所結合無心國小 無視生活火板印刷小茶館 舉辦火板印刷 以及鳳茶的體驗活動 讓孫子有機會 與祖父母一同學習及參與 向長輩表達感恩之情 無心國小的這些孩子 本身也都是小小的創作家 學校們呢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活動的安排 可以讓他們在成長過程當中更珍惜 我們先人的一些這個智慧 那對於他們生活的一個豐富度來講 我相信也會有所注意 除了火板印刷 老闆更提供了鳳茶體驗 讓小朋友們學習茶道 並且親自泡茶給阿公阿嬤喝 雖然過程有些緊張 阿公喝到孫女泡的茶 愉悅的神情全都寫在臉上 也提前度過溫馨的重陽節 記者同日話 采訪報道